台北市長這場的選戰 這對綠軍來講是最有可能再度重返執政 在台北市能夠藍天變綠地的一個機會 但對這個人聲聞來講 壓力當然非常非常之大 壓力大到什麼程度 我們接下來帶大家看這個數字 在民調當中一定會做交叉的分析 特別是年齡層的支持度 但對連聲聞來講 這個新世代要創造新時代的他 他應該是新世代吧 但是在這個我們看看 20到29歲支持度的部分 他足足輸了科批一半以上 這一輸有25.5%的一個比例 那麼在30歲到39歲之間 也是輸大概8個百分點 但是40到49歲 這一輸又是14.7個百分點 我有請教邱毅老師 年輕族群的問題 真的是連聲聞很大很大一個招門 他比科批要年輕 他卻吸引不到年輕的選票 我們必須這樣說 因為整個客觀的環境 那麼現在新媒體的興起 這個年輕的族群用網路的非常的多 那基本上在整個民進黨在網路的運用上面 是比國民黨要選手太多太多了 網民覺得說如果今天網民酸你不理他 網民大概玩個三天就玩不下去 對 可是因為你理他 所以他又很 他就覺得很興奮 就覺得說很多網軍 其實平常沒什麼事幹嘛 我每天就跟你玩嘛 那就發現很好玩 這個越玩就越擴散 擴散到最後就使得 連勝文在年輕族群裡面就呈現一片罵名 那這一片罵名又影響到連勝文的心態 那柯P到現在一直很自然 但是連勝文呢 原來在大明王朝 丐幫幫主階段比較自然 現在變得越來越不自然 好像這個揮棒的動作 這個被修那個被修了以後 就變得這個也不是那個也不是 所以講話的時候就變得好像 很又很像那個 大家形塑的那個國民黨 老舊官僚的指定的那種 講話四平八文 好像都不得罪的那一種方式 年輕人不喜歡這個講話方式 年輕人喜歡比較直接的 比較挑戰性的 比較批判性的 比較顛覆性的 甚至其中有一點八卦 有一點顛覆 有一點霹靂也無所謂 這年輕人喜歡的講話方式 就是網路上語言的方式 現在連勝文離年輕人喜愛的 那個地方太遠了 太遠了 最後一個年輕人喜歡小確幸 年輕人對你大局 我哪有什麼興趣 他也看不到大局 滿天都是鳥 對我來說又有核桿 最重要讓我看到小確幸 讓我看到什麼可以抓在手裡頭 連勝文目前這方面 我覺得提的太少 所以小確幸很簡單 年輕族群剛剛我們都聊到 如果他剛畢業或他剛結婚 他需要是什麼 需要是一個經濟基礎 更加穩固的工作 薪水要養得起家 重點是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可以住不管是租還是買 所以這個低薪的問題 高房價的問題 事成這就是連勝文你幫大家解決的話 在這你恐怕所有自主度就會回來 我們剛剛看到所有年齡層的分析 很好玩 只有50歲到59歲這個層級 連勝文是引柯文哲的 這個事成 這要怎麼去看他 因為這可能回到所謂藍綠結構的問題 說50到59歲還覺得說他比較穩定 因為柯文哲 你知道柯文哲 我一直想形容柯文哲就像是周星馳的電影 周星馳的電影一開始叫無厘頭 所以無厘頭大家看得很好哈哈哈哈大笑 可是周星馳跟過去許關仁電影有個特色 最後的結尾他不會是個無厘頭 他一定有個結果出來 所以如果說到11月29號到11月十幾號 我們的柯大醫師還在無厘頭 那個事情就大條了 那個壓力都回到柯文哲身上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連勝文身上 有這麼多的壓力 因為他跟著無厘頭的這個戰場 上面下去打 所以包括權貴賬 剛剛邱玉老師談到的 他因為人家講他是權貴 他非常非常在意 所以一直在打那個什麼紅酒 然後到去問人家 紅酒到底一瓶多少錢 到處當作一瓶多少錢 然後包括川普 包括那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派對 一直捲在這中間 我相信這個東西 在他的腦袋裡面已經繞不去 所以一直在打這個東西 所以你打不出來 所以很簡單 其實你要打出自己的風格兩樣 我給你兩樣就好 第一個 你看過各縣市首長的排名 請問一下前幾名的首長 他們是怎麼做的 去看一下吧 這不難吧 為什麼人家在高雄陳菊 現在感覺上這個市民 對他的支持率非常高 看到表面 當然表面上要學 裡面要學 表面看到什麼 那些前幾名的市長 他們有些什麼優點 請問一下 吊車尾的他們的缺點在哪裡 不要犯 第二個 你要剛剛邱宇老師說的小確信 小確信不是嘴巴講 不是我現在開始防炮部隊 再好開始小確信 可是你又不了解 他們所要的小確信在哪裡 我舉個例子 最近教育部說 對不起 因為我們現在所謂的 十二年國教 包括三個部分 一個是學校成績 一個是會考 另外叫做筆序 支援序 支援序也列入所謂的成績 我跟你講家長最痛苦 就是支援序了 我不曉得要填後面 填前面 然後我們的這個教育部說 對不起 以後支援序是地方的選擇 要不要計分 你連勝為跳出來講 我當選 馬尼開信 第一個支援序 不列入計分 第二個 我一定要讓特招的名額 越來越少 讓這些所謂的民意學校 不要讓學生 一定要去考這些特招 你讓這些家長知道說 你真的了解 真的了解問題在哪裡 你那種所謂的權貴的 這樣的一個帽子 慢慢就會摘下來 人家說 雖然你 你真的了解基層需要什麼 我說防炮部隊 最後還是要出動地面部隊 最近以色列快要 想要出動地面部隊了 因為你要有戰國 你還是得出動地面部隊 地面部隊 就是基層的小確幸 如果你沒有地面部隊 你倒是防炮部隊 最後的結果 人家認為說 你在打混 你不是在打戰 最後你還是票還是出不來 所以講教育是其實所有的父母們最關心的 那這畢竟在台北市 它是最主要的一個族群 那十二年國家的問題 你看我們一到現在都還在點 十二年國家的問題 連是你自己有孩子 但是呢 如果你在這個問題面 很好的表態或做法的話呢 大家可能覺得說 反正你家有錢嘛 外面還是念私立學校 這跟你無關 送出國去 人家就開始這樣攻擊你 那又糟糕了 那又是一個糟糕的問題了 所以之前我們說 他曾經提過一個小確幸的議題 叫做要不要研究這個聖誕節放假 據說在網路上 鄉民就罵不下去了 對 就罵不下去了 這就是一個好的點 因為原來我們聖誕節是放假的 原本行憲紀念日 是假見 是宋美寧很聰明 假見一個行憲紀念日 然後就放聖誕節的假 那這個小確幸後來突然間被剝奪掉 因為週休二日 對 然後如果說這個的話 這是一個方向 可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應該要強力去攻 攻一個 這是攻年輕人的feel 然後另外一個 我再回到12年國教 為什麼呢 因為聯盛文他的民調被打趴 跟12年國教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那12年國教裡面 剛剛大家都講到 第一個 從高中以前 都是屬於縣市場的權限 好 那你在剛自願序 已經造成那麼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 你學校的成績還包括說 你是不是幹部啊 現在 會選已經在學校裡面了 因為甚至說輪流當幹部 或者說會選 然後你當志工 變成也可以加分 扶老太太過馬路 然後還有 還有 邱委員有講過說 小孩子送出國去遊學 也加分 那所以你這樣是不是增加那個貧富差距 所以聯盛文 因為大家覺得你是權貴 你擺平這個權貴的這個標籤 最好的方法就不是去否認它 因為你就是 而是你讓權貴變成是幫你加分的事情 我用我權貴的身份 然後幫大家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我是大家的靠山 你要擺平很多政策 你要連結很多事情 你需要有政治上的人脈 那你所有你的政治上的人脈 不是用來你自己享用 而是作為全台北市人的靠山 我再舉一個例子 如果你要辦公托 台北市現在沒有地 那如果說你因為你的政治上的人脈 你的政治手腕 你的背景 你可以把這件台北市的公托做得非常好 那你的權貴對你來講就加分啊 我在講所有的權貴這個字 你不要去否認 因為你要感動人 你必須用真實才能感動人 你去否認明明白白的事情是沒有用的 第二個 民進黨一直在講他是權貴 那陳其邁是不是權貴 他是不是官二代 余政縣是不是官二代 陳志忠是不是官二代 謝耀州是不是官二代 所以那些事情 都一樣 那都是選戰的 如果你一直被對方的選戰的手法所困住 然後你就完蛋了 然後回到說 連勝文他作為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最重要的是 他回過頭來 我一而再再而三講 請你記得你的初衷 然後你要感動人 你必須有真實的連結 當你自己有小孩 你不用去擔心公托的事情 可是你可以因為你自己有小孩 我想到其他沒有資源的年輕的父母親 他們小孩生出來之後 現在那個托嬰多貴啊 你有兩個小孩的話 你可能 一個人不用上班了 一個半的薪水就不見了 那你能夠幫大家解決這個問題 那就是實實在在的 實實在在的 大確幸 不只是小確幸 我舉個例子 其實很簡單 新北市的方法可以學 現在因為 因為大家少子化的關係 很多學校空教是出來的 還有很多流浪老師 你把它集合在一起 利用學校的資源 然後家長倒出來 你知道嗎 我小孩到了這個某個 到了這個 我直接講 建安國小的這個附屬幼稚園 你知道 一學期的價錢 等於私立托兒所 一個月的價錢 是 沒錯啊 你看差多少 而且資源豐富 台北市有沒有這麼多的小學 有空教室 當然有 有沒有這麼多流浪老師 當然有 你做了 人家會覺得說 真的在用心 在希望大家能夠得到小學姓 而且這樣解決兩個問題 對 一個是公托 一個是流浪教室 救命問題 對 而且公托它非常的安全 對 就讓父母很放心 還有 年輕人是神嗎 年輕人 台北歷史上 到目前為止 最讓人懷念的市長是誰 是黃大洲 是年輕人最不喜歡的黃大洲 真正做好建設 大家最喜歡的小學姓 捷運 是黃大洲蓋的 那時候承擔多少罵名 大安森林公園 是黃大洲去拆的 然後年輕人最喜歡的兩個市長 一個是陳水扁 一個是馬英九 你覺得呢 不用我講了吧 你覺得呢 年輕人喜歡反叛 他喜歡炫 可是他年輕人純潔 可是純潔的另外一面叫做無知 無知是什麼 就是我不知道我想要的東西 我怎麼去達到 或者說我不知道 我這樣很爽之後 後果是什麼 所以你要去連結年輕人 可是你要帶領年輕人 而不是被年輕人帶著跑 年輕人可以覺得有勇氣 可是可能是暴衝啊 喜歡有衝勁啊 可是我不喜歡負責任啊 所以你是要做市長 你是Leader 而不是被Leader 這是很重要的差別 好這個 大家給了這麼多的撇步 不知道連市長在這邊 能夠多學幾招起來 剛才這個之前在講那個 綠軍也有很多的官二代 或富二代 我只做一個小修正 那個謝長廷的兒子 叫謝維舟 對對對 現在正在選舉 要當市議員了 那今天 那謝 謝耀舟怎麼不認識啊 他是我們友台的記者 那今天這個 關於我們的旺中民調出來說 看好度不是連盛文營 這個柯文哲一趴嗎 那麼謝前院長說呢 這就是年輕人看得出來 金錢的影響力很大 這句話什麼意思啊 我們待會回來 繼續帶大家來做選情的分析